来看这个机翼移动机翼复制机翼拉伸 来看效果 这个三个人其实使用方法实验的就相当于移动复制拉伸 但它具有机翼那个上次输入的距离大小 我们就以这个拉伸来演示一下 先拉伸然后看这个图形 确定 先拉伸机点拿多少 假如我拉个500 变1000了 我再拉确定点几点 它这个命令函就由我们出现了500的距离 上出距离坑格就拉伸500 这样拉回去也是到500 看命令函记住上次的距离了 我们可以坑格也可输入新的距离 输入过300吧 它就拉300 然后再拉看命令函 它就把这300距离记住了坑格 什么都不用说 它就拉300 移动复制是同样的使用方法 看这个 它就把我们上出距离记住了 再来一次 继继续拉伸 坑格 拉伸方向 300坑格 是那300 我们在拉伸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下 这个鼠标 这个鼠标 尽量保持平行的拉伸 你不要是这样 歪的 关标放在这里 关标给这线平行 尽量保持直线 不要变 不要搞偏了 把那个把这关标搞歪的 人会拉伸会歪 我关标放在这里来 出300 没有歪这个 但尽量是把它搞平行好一点 这样 这样